我們很高興這次為我們的候選人、我們的夥伴 我們就是讓他們能夠來跟大家講幾句話 真的是很拜託大家在年底選舉的時候 能夠為我們激進特異的這些候選人拉票支持 謝謝 那我們就成功 謝謝大家 各位現場朋友大家好 其實現在情緒很激動 今天下午我媽媽 國外跟外婆他們都來現場 我不知道 我從來沒有想到我自己會走到這條路 我也不知道 我未來人生會變怎麼樣 可是我想這應該是我讓他們這輩子最驕傲的事情 我們很笨 我們沒有很多辦法 我們不懂跟財政利益 也不懂跟財政利益掛呼 可是我們只會用雙腳走路 很抱歉今天聲音沒有人 因為我剛剛去城區的現場 已經看到沒有聲音沒有人 我剛剛在看DF的時候 因為其實我們已經看過很多事 後來我想到一個問題 很多人都在問 為什麼你要出來 真的只有越來越遠越的 沒有別的 沒有別的 因為我是強 台灣可以變得更好 我是黃洛環 來接各位 大家好 我是信玉 剛剛也跟大家分享很多自己的心情 那我在這邊補充一點 我們在這邊參政的意義 我們的願景 就是要打造出一個所有在台灣的人 都可以過得幸福快樂的國家 是所有弱勢的人 都可以在這邊找到幸福的國家 是可以像天堂 是可以離天堂較近的國家 是所有弱勢的人 包括我們的勞工階級的朋友 包括這些街友 包括我們的同性戀 包括我們這些受壓迫的人民 我們都可以找到我們自己 在社會上能夠奮鬥 能夠努力的國家 那也請大家相信 再相信年輕人 是有辦法拓猶政治 來改造社會 請你們再相信我們一次 謝謝 那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劉哲宇 那出來當然是很多人都會問說 為什麼現在你們新群的年輕朋友轉出來 那其實原因真的是很簡單 因為西方有的哲學家說 說要幸福 幸福的秘密 是什麼 是自由 那自由的秘密 是勇敢 是勇敢 如果連我們這群年輕的朋友 都沒有辦法勇敢站出來的話 那還有誰要站出來 為我們下一代 或是我們這個世代的講話 自己的未來 如果不是自己來打拼的話 還有誰要來打拼 所以我們要站出來 你們是一間這裡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陳翰 那其實這一陣子以來 真的是 我們會覺得說真的是很累啊 因為真的大家都會看得出來 我們真的是沒什麼惹受 就只能自己出去外面跑 但是我覺得我們都不會想要去放棄 因為我們都這麼的關心台灣 如果連我們都放棄了 那台灣要怎麼辦 所以我也希望說 我們大家真的是 今年 年底 還有2016年的時候 是我們台灣一個非常重要的 關鍵時刻 我希望大家能夠再繼續 幫助我們 在後面推我們一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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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看這個影片的時候 因為我們一起 不管有沒有一起參與的朋友 都會非常感動 因為 真的是 從無到有這樣子 非常辛苦 而且是面對質疑 那 也面對很多困難跟挑戰 那現在 這個挑戰還是繼續存在 那我們 我們 就像吳老師剛剛講的 我們選 就要選贏 我們不是選假的 我們不是 來這邊試試看 試看看會不會當選 不是 我們是明明看到絕望 我們還是要給它拼到贏 我們是抱持了這樣子的心態 跟信念來參與政治 沒有其他的原因 就是因為 我們希望台灣能夠更好 所以 請大家 再一次給我們四位候選人 一點熱情的掌聲 然後 拜託大家 能夠 能夠可以跟我們住在這幾個區域的親朋好友 或者是 你知道他們有相同理念的 雖然他們沒辦法這樣子來幫忙 沒關係 這都沒關係 因為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 必須要去忙碌 但是 我們 也希望大家能夠一起 一起努力把這些票匯聚起來 然後 投給他們 拜託各位 今天晚上 能夠來參加的朋友 真的很感謝你們 因為 會願意來這種牆子的人 實在是也不多啦 但是透過你們 一個人 可以再去宣傳幾個 那樣子 慢慢的傳出去 也是一個 一個方法 一個讓我們 可以擴散出去的方法 那 今天 很高興大家 能夠來這裡 再一次 謝謝各位 謝謝 基金車衣 動快 基金車衣 動快 基金車衣 動快